本期话题出家男人难于上清殿,中国古人有这么一句话,叫朱家乃大丈夫,是也非王侯将相所能为也,意思就是出家当和尚啊,修行句是大丈夫的事情,将军宰相啊,也未必能做到这句话,有人听起来就觉得是这么夸张,说将军统帅千军万马宰相,手握民生大权将相掌握天下大势,难道还达不到个出家的标准吗? 那么说出家,再过去这么难吗?我们经常看,有些文学作品说这人看破红尘了,或者放下屠刀立地情佛来一转身就出家了,也没什么障碍啊,那你怎么说这出家难难又上清殿呢? 其实在中国古代出家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,首先一个呢,你必须得获得官方认可的出家证明,就是我们说那个一纸文书叫杜典,故事后啊,最困扰平时百姓两件事, 一个是税收,一个是服兵役摇役,不小家庭呢,被这税收啊和兵役摇役啊,搞得一直都过下去了,过不下去了,不过呢,和尚就生眼们完全不用考虑这两件事情,最重要的是呢,生眼受国家保护,也就是说哪个山头的寺院呢,要被山者抢了,那么朝廷立马会派兵啊, 灭了这群贼言,那么听到这呢,大家可能会想说,这么诱人的条件,古代应该延远都向往出家吧,其实不是这样出家,除了要求人的内心有很大的觉悟,并且能很好控制祭祭守戒以外呢,还需要一件更重要的东西, 那就是我前面说这渡蝶什么是渡蝶呢,渡蝶就相当于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,哎,它是政府机构啊,发给道士和生尼们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,没有渡蝶就出家是犯法的,官府是要严格追究的,那怎么才能获得渡蝶呢,一个是要通过考试获得渡蝶,要经过皇帝考试考试合格,才能办法完毕,渡蝶考试大纲的难度系数啊,也是有波动, 一般情况下呢,是要求男子背诵一百或一百五十页纸的佛经,同时能够照本宣科的书读三百到五百纸的经文,那么按照史书记载呢,佛经一竖行十几个字,一纸经文总共二十五行,也就是说一纸经文总共四百二十五个字,那么一百纸是多少呢,希望两千五百个字,一百五十几呢,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个字, 如果你遇到有被五百,甚至一千尺的年头,那就是二十一万两千五百到四十二万五千尺,比现在高考都难考,那么这种生人的资格考试延续到了明代,在这个红五六年,就是公元一三七三年的时候,明太祖朱元璋啊,佛觉得这诵经应该从娃娃抓紧,就把这个试经度生啊,写入法律, 让他成为生妮出家的法定程序,谁承想呢,当时的商人队伍里偷鱼龙混杂又倒霉吹的,而碰上了这比较残暴的明太祖,结果那时候围绕着出家的事,也发了一场答案,这是红五二十五年,哎,就公元一三九二年,这一年呢,刚好碰上朝廷主持度地考试,书州呢,一个叫永龙的和尚啊,带领自己的弟子啊,赶夫,当时的都城南京参加考试, 当时进京赶考生人的有三千多,没想到呢,其中啊,有不少学渣考试的时候,把经文背诵的七零八落,就这期考试的通过率创造了历史新低,就这一届和尚步行水平,狠气,结果把太祖爷朱元璋给气得昏头胀脑一目之下呢,他命令把当年参加考试的生人的不分青红照白,全部押送锦衣卫,不管考试成绩如何,一律从军作为叛法首都, 说这个朱元璋兴这么大气干嘛,你别忘了朱元璋每当皇上之前他出家当个和尚,所以你看别看他不愿意提这段历史,但是呢,谁要说天底下和尚,这树之地,他确实听着鼎来气,就跟说达一样,那么明朝说冲军呢,他禅故程度比死刑好不了多少,而且没减刑,可能这三千多人有的冲军, 这不倒了大霉了吗?这时候呢,千军一发之际,前面我们说,苏州来的永龙和尚挺身而出,向朱元璋提出来说,挺身啊,愿意自焚的方式啊,写身取义,我患者三千考生无罪释放,朱元璋呢也顺水推舟,内意成就永龙的壮举,说,你永龙和尚不相流芳千古吗? 我承传,你果然永龙和尚,在南京宇华台啊,自焚而死,生殿了,明太主信守诺言,赦免了这些英式的三千多僧人罪责给他们,还全都发放了度跌,那么说这永龙和尚成了英雄,这是该解案了吧,没招故事还没结束呢,这一年的8月29日,明太主啊,有点咽不下这口气,就冻了秋后算账的念头,他下了一道命令,要求凡事记录在国家僧人, 花明社和尚,无论有没有拿到度跌,他的家人必须有出一个成年男子充军,意思是你家里盖副兵役,结果呢你呢,这这这这这拿了度跌了,你逃避兵役了,你家里面还有人上来,所以这一时期间,全国上下哭爹喊娘和红遍野,这个时候呢,南京城里呢,有个法欧为辙的和尚,报使向朱元璋抗议,他没写什么删情的话,他呢,恶就写了七首啊寄语,恶, 就是佛经历的唱此项诗诗,其中一首说呢,天阶密语,确白萧百家,真整春季咬,启诱沙密疏,借钱夹杀,倒在住身咬,他这什么意思呢,他说呀,就我们僧人的队伍啊,可能称之不齐,就像傻落在南京城街道上,那个细密的雨室一样, 哎,看着挺乱,但是这闹哄哄的细雨呢,你别看乱,他可以孕育庄稼,是可以让百姓啊,都有东西吃,那圣人也是这样,哎,请皇上您啊,原谅少数分子不成熟,不争气,哎,毕竟我们每日啊,诵经参战,也是为您这位啊,堪比尧顺的伟大皇帝祈祷,哎,祈求大名,王朝千九万岁, 那这个是朱元璋开了之后啊,想到说我这样每个和尚仔啊,再出一人服兵役啊,这有点寄绝于人民啊,这这这这,而且这等于是秋后算账,等于我是突发奇想,朱元璋意识到啊,这个是有可能引发不安定因素,所以说呀论马撤回了秋后算账,这个无理取闹的命令,你看就说那个时候你想当和尚没那么容易,那么史书上记载呢,还有另外一件事,对当和尚, 行程障碍,就除了你必须得罚房,这杜碟得有这个证书,还有一个呢,这杜碟啊,除了国家考试之外呢,有时候明码标价卖,你要没钱亦买不起,这正,你看南宋史里边记载着宋高中赵购就曾经命令财政啊,几乎200道杜碟给岳飞,这有人就纳闷,说岳飞又那么多杜碟干嘛,他又不想出家,说,难道岳立军里边有那么多看破红尘, 有出家的爱,又放下土刀,异地生活,不是原来的这200道杜碟,是作为岳飞军队的军饷和修筑防御工事的开启,说白了相当于钱,那么200多的杜碟呢,官方的牌价呢,将近有两一钱,爱,就是我呀,已经给了你政策了,怎么用,你看着办吧,后来一代名将岳飞,也做过倒卖,和尚执照的事情, 所以说,杜碟交易在宋朝啊,在进场,不过那个时候,苏东波曾经呢,恶被这个贬到外地啊,由于他住那房子呢,年久时收,他想申请说这是官邸杀,也是公价住房啊,得修修这房子结果呢,这个恶上头也是说,财经也没那么多钱,给你杜碟吧,你要卖了,这钱呢,就用来修房子,你看所以就是说宋朝啊,杜碟交易非常正常, 你看岳飞说文官不爱财,武官不稀释,天下带兵已说到对,但他没倒过来说啊,他没说武将不爱财啊,为啥呢,带兵打仗没钱,那是万万不能的,以军饷发不出,你岳飞在厉害,你也没办法,所以岳飞只能呢批发和尚度点,把最后这个,恶给把这个军饷啊给补上,你看这宋朝是不是挺有意思,还有呢皇上呢,可以直接给这个僧人呢发足贴, 哎,这个叫特恩度生,就是皇上啊,特别降下恩典,这一般是在天子诞辰的帝后贵族继承的等大典之日进行的,就不用考试,啊,也不是说卖给你,直接给你发,杜碟,前面说了,杜碟呢可以买卖,最后成了政府征修工具,在唐朝天保年间的安史之乱呢,军费即出啊,巨征朝廷就派遣了,很多这个恶官员下去干嘛呢, 向着生尼道士修缴杜碟的观影,短短几天就求集到几百万两印子,到唐树中的时候呢,宅相美免呢也下令贩卖生尼道士杜碟用来缴做那国库的储备,从这以后呢,历经唐代中晚期跟两兽卖杜碟的风气,一路盛行,成了国家财经收入的一个手段,一直到洪武六年,就1373年, 明太主朱元璋才下诏,对生你啊免费发放,杜碟废除了倒卖杜碟的所有制度,所以你要想获得杜碟呢,要么得有记上有实力,要么得有财力,他和尚不是个,你你要当啊,你想当就能当的,你要么呢,你有实力,要么你得有钱,哎,所以这是过去,想获得和尚身份就比较难的这么几刀关卡, 那么说,你获得杜碟之后就可以当和尚吗?也不那么简单,当和尚首先要健康,其次,人身必须是自由的,为人及女的呢,你得征得父母同意,先有官职的呢,你要齐聚官职出家,那你必须向上级申请已经结婚的呢,你得先解除婚姻关系,总计呢,出家嘛,离开家了,再出家前呢,你必须要摆脱人的所有社会属性,你才能换得一个干净自由, 先以往说,身体健康这一点,这个每朝每代啊,都有规定啊,出家为生的一些基本要求,你像手足不健全啊,荣雅压莽或者朱如沐啊,或者特别丑,这国家规定都不能出家,就相当于现在入籍体检不达到标准的呢,不能用,但是呢,福可不是拒绝说长得难啊,或者说残疾人皈依,而是有规定,如果残疾的人不能出家,因为身体残疾的人呢, 你还得有人照顾你,他是没有能力出家修行的,你在家有人照顾你,当然这不是绝对的,恶有特例,你比方说,这个达摩祖师袭来传法时候,这个恶主恶主呢,而原来叫神光上人,后来呢,皈依达摩祖师之后呢,改名惠可惠可断壁,是很有名的禅宗故事,哎,就是说,这个他在跪拜达摩祖师, 祈求达摩祖师,收达达摩祖师说这个呀,我不能收你,除非天降红雪,雪是白的,下红颜色的雪,我才能收,你这当时惠可还叫这个行光上人呢,拿刀就把胳膊砍下来了,结果血光迸现,不,天上下的雪都是红色的,所以他皈依达摩祖师改名叫惠可, 所以,初祖达摩,二祖魏可,三祖生产,四祖道姓,五祖红忍,六祖惠能啊,这禅中六祖,所以你看这个惠可呢,是禅几人,他非但皈依了,还成了主事了,这历史上也就极少有这么几个特例,那么我再举个真实例解,南北朝时期啊,这个旗有个男的姓逢,住在海岸县,他从小能恶就有当和尚念头,但是他父母坚决不同意,后来这爹妈呢,已拧不过,而只提一个要求, 就说呀,不像有善无伟的,你出家了,断了我家香火了,你呀必须得在成人机后呢,娶亲生个儿子,我才不来你出家当和尚,这位冯公子,十八岁那年呢,娶个漂亮的老婆,但冯公子一心要出家,只过了半年的两口节,一直就出家当和尚,呃,当然了,饿达这老婆呢,也怀孕了,给家里留个香火,他这个姓冯这位呢,现在这个光星系, 梯度为生,法傲教法种,一心向佛,一夜苦学这法种呢,后来也没有被一些现实的诱惑所打动,刻苦专言佛经,后来呢,这法种呢,被取见到齐龙世当主持,而且一辈子不贪任何空明利禄,不贪任何所谓的前宅身外之物,一心一意讲解,佛法在当地呢,也是齐善制的一个领袖,很得生重习惯,就说他这样的人,有大会跟着人当和尚, 也得首先把人身既有解脱了什么呢,就跟爹妈说,正得你同意,我才能出家,嗯,我还得结了婚,给你们续了,向我才能走,哎,不那么容易,你要是如果说这个人的犯过这个银杀到往世界中的任何一切,哎,他也不允许出家,因为和尚的守五戒嘛,不杀身不脱到不邪音, 不网语,不饮酒,那么你要出家之前那喝酒,那是难免的,剩下那四个你要犯了杀身偷盗,协议网语,这四个是不允许出家,所以在这个历史上,呃,比方说宋朝、恶明朝、清朝都有规定说,有的欠债的人呢,逃避债主要出家,这是不允许的,发现之后啊,马上得逼你还书,而且马上得见到那债传人,你得还人债,所以这种情况呢, 也是在历朝的一带,非常常见,就你出家之前,要对你进行一定的调查,当然你要是犯别的罪,或者更重要罪,那更不可能出家了,咱们再举个例子啊,这是这个明朝时务的事儿,这个宜州基州张勇啊,成为一个可疑的僧人,他发现这个人的杜碟信息啊,和口供有出入,这张勇呢,就拿着杜碟,挤着那个僧人,为说这张杜碟,是你本人的嘛,说是啊,大人,我千千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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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万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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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 把他犯的罪行都招了,他什么事呢?说这个人既没实力,也没钱没能获得度蝶就假装啊,跟一个有度蝶的和尚啊,交朋友,两个人结拜同行半道呢,他把这和尚杀了,把度蝶生意啊,恶积积都弄过来了,然后既跟他自行替督,冒名顶替,你看为了当和尚的居然要杀人,你说这这这这叫什么事? 嗯,所以这个张大人当庭判施指杀人罪,斩首失重,当然我说这励志比较极端了,就是如果你就即使不是删罪犯,我前面说那个什么协议呢,都道啊,王宇啊,比方你还是个骗子总骗人,以搞传销,这不行啊,以比方说你偷东西也不行,说你这个跟着人,这又负机负乱搞,这都不行,所以说心术不正的作奸犯科呢,是不能出嫁的, 那么如果是为了生活所迫,想要出嫁,即便成功住嫁,最后也不会有太甚的修行,而往往这高僧大德啊,都是心无旁无,一心向佛才能成, 真静大师,就我平常也能听到谁啊,我要看破红枕了,我这我这这个穷得不行了,我感情受打击了,那他万一你说他这要富起来了,或者这感情世界是灰复燃了,他可能就还俗了,所以你所谓这种受了打击,在出嫁的多半是不靠谱的,他是为了逃避,所以真静出嫁能成为高僧大德的, 本往是一心向佛心无旁骛的,你看东晋时期,静中的初祖会员大师,他呢,出生在公元334年,他是庐山白连社的创始人,这个呢,初祖会员大师啊,他出生至书香门第,打小天之中意,善于学习,他21岁的时候呢,会员大师啊,陪着弟弟慧子到太行山, 聆听高僧会案法师讲经之后,就觉得说我悟到人生真谛了,毅然绝然的呢,出嫁为生了,其后呢,这会员大师一直跟随道案法师修行,那么24岁的时候呢,他开始讲经说法,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常注,就是别人有听不懂,这经他保准能弄一些特恰当的比喻啊,让谁都能听懂,所以他们下弟子使越来越多,所以后来会员大师可以说, 把这个境中啊,完全给发阳光大了,这就是天生有灰痕,而且一心兼职才能成为高僧大德,咱们再举个例子,诸当时期,就当早初年,恶有个小孩呢,叫陈一,他哥哥陈章姐呢,在东都的净土寺出家了,有一天呢,他的净土寺呢,去探望哥哥,一看到这个庙里头,这精进专严那,就产生了无限的仰慕和崇敬,他心里就就想,我将来一定要学佛, 我要红法,我要补度众生,这两个人呢,弟弟哥哥都产生了出家的念头,哥哥在前,弟弟在后,后来呢,当时的皇帝呢,下招在洛阳的一个戏里边啊,这个恶搞这个杜蝶,这个陈一呢,进了戏里边应试,但是挺失望出来了,因为当时他年龄不到二十,所以没领到官家杜蝶,没有杜蝶,他心里很懊恼, 就在这个洛阳西面门前呢,走来走去不肯走,这时候呢,大理清静善国看到了,就问他说,你在干嘛呢,说我要考度爹出家,但是我岁数不到人,没给我这陈一啊,都哭了,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出家呢,这静善国就问他说,我要要光大我父, 哎,你看当时这小神医呀,非常迫切,而且也非常中肯地讲了这么番话,说我记小幸福,我希望能为这个伏法呀,奉献终身这一下子把大理清静善给我感动了,他拍拍小神医,肩膀说说你气象远大,我来帮你完成心愿,就直接找皇帝申请这事儿,最后小神医破例得到杜劫,这小神医是谁呢,就是唐山帐玄帐大使, 就是唐山玄将大使得到杜劫出家当了和尚之后呢,去西天去为真经完成最初心愿,你看这得是真真净正的奸起,你才能所谓的被打击了,我想出家为生,那就是躲避的在那个里头,极小有能最后成为高等大德,那么从这些条件我们能看得出来,古代出家不想那么容易,必须要达到标准才能出家,而且大师们潜心专严, 为佛教事业做出巨大贡献,给我们后代子孙呢,留下了宝贵的财富,同时呢,这些高僧大德呢,也给中国的文化溢下了不朽的功功,确实出家这个事,像古人说的那样,出家乃大丈夫事,也非王侯将相所能为也。